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,今集繼續同大家更新一些疫情方面的最新資訊。 珠海衛生健康局通報,昨天再增加了一名本土無症狀感染,是外省來珠海人員西茶邊發現的。 這名無症狀感染者是42歲的女子來的,住在金灣區三造鎮格林豪泰酒店。 11月5號坐城軌去珠海11月1-5號核酸檢測陰性,11月6號檢測出來是陽城已經轉去做隔離。 經過初戶的漏調,這個病例近4天的主要活動軌跡,涉及鄉州區董北街道的城軌珠海站。 還有就是金灣區三造鎮格林豪泰酒店,還有徐興餐廳沙窩粥。 以上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及次密切接觸者已經進行了一個全面的排查。 亦都按照要求落實管控及健康監察的措施。 而所涉及的場所亦都在進行管控及落實消毒措施。 這一個就是疫情方面的最新資訊。 其實現在都很容易有這些輸入型確診去到珠海那裏。 其實如果它是一來到,你有沒有第一時間檢測出來的話, 給它潛伏兩日,又會周圍傳播病毒的。 好了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。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下面留言啦。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。